各位觀眾有在follow我頻道的都知道 我跟小胡即將要去美國的拉斯維加斯 除了拍Hinton兄弟的影片以外 我們的一個重點工作項目 就是去觀看NBA的夏季聯盟啦是不是 那今天這一集就是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今年夏季聯盟值得大家關注的球員啦 首先小胡去看NBA的夏季聯盟 有哪些球員是你最想看的咧 你知道這是誰嗎 麥可供啊 剛剛我們在錄這一期節目前 我們都在做功課嘛 然後我發現一件殘酷的事實 那就是過去幾年 馬刺每一年的夏季聯盟都有參加 可是今年馬刺選擇而不參加 至少在目前官方的 趕快來跟觀眾提供一下 你最期待的球員啦 我自己最期待的是Imani Bait 因為過去他在還沒打NBA 甚至還是高中生的時候 我就看到蠻多YouTube的頻道 是有在做關於他的影片 然後不管是介紹也好 或是highlight 當時給他的評價也是超級高 五星高中生 全美第一 但是我剛剛看了一下 他今年的選秀順位 居然在第二輪第49順位 才被選到 然後我們剛才有小聊一下嘛 因為一些場外的事件 然後本來說他的模板是Kavin Duren 但是現在可能有某部分他的模板 會被改成John Maren 他是一個根本都還沒進到NBA的 然後就發生那麼多場外的風波 這會不會直接影響到他的尊位 再加上 有前車之鑒 就是一個打著頂尖的球星 發生這樣的狀況 我認為球隊是會比較警惕的 所以我會滿期待說 他這次在夏季聯賽 能不能去證明自己的身價 這是我第一個比較期待的人 那第二個 身為一個有迷 當然要對我們過去的成員 Wizeman 保抵一些感情 我覺得Wizeman 他當初是以榜眼的身份入選NBA嘛 然後在勇士這個體系當中 也有給他機會 可是打不出來 那之後去了活賽 有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如果我們是以 前三順位的高度來做一個評判的話 他的弱點還是很明確嘛 就是打球不夠聰明 然後只能靠體能球 沒有太多中遠距離的投射能力 那在這樣子 NBA的生態當中 他的使用就會比較受限 你要比體能 說認真的美國是一大票 所以我也會想要看到說 經歷這樣子的波折了 這個勇士的前球員 能不能在夏季聯賽 有一個比較亮眼的表現 而且重點是 夏季聯賽有一些是新秀 或者是說 根本沒有打過NBA的人 在那邊比賽 那他是有NBA經驗的 我會希望可以看到的是 他跟這些人不一樣的地方 我來補充一下啦 James Wiseman現在是哪一支球隊 底特律活塞隊啊 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底特律活塞隊的名單 今年有多麼的精彩 Jayden Ivey 我們的小規規 Jaylen Durant 綽號 最像魔獸的高中生 這個綽號沒有很屌啊 最像魔獸的高中生 他現在都要打NBA了 他還背負這個名號 好像沒有特別屌啊 然後你剛剛說那個小規規 雖然說自由市場 我沒有非常的follow 但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個 自由市場的消息 就是規規怎麼兩年才700萬美金啊 因為現在規規 他已經賺得盆滿 撥滿了嘛 所以對於規規來說 現階段最重要的是什麼 兩個點一個是離家境 另外一個是有爭貫希望的球隊 那剛好 快艇都符合以上兩個條件啊 那至於你說你要拿更高的薪水 規規去其他球隊有沒有可能拿得到 我認為是完全有可能的 只是說多多少嘛 如果你是多個兩三百萬美金 老實說對規規來說 那個算什麼呢 但我覺得我要反駁你剛剛一個點 對於規規來講最重要的兩個 第一個是可 第二個是頭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聽到你這個解釋的時候 我是很納悶 因為你要知道一年三百多萬美金 如果說扣完稅之後 是很接近來台灣的那個距離的 你知道嗎 台灣有冠軍啊 你還可以當GM呢 也可以當執行長 都可以啦 對不對 然後也可以買網軍 都可以 到底要做什麼都可以啦 把這個剪掉 除了我們Jalen Durant之外 還有你剛剛提到的 Jaze Wiseman 這兩個球員 如何在場上搭配 我覺得是我很想在夏季聯盟看到的 是要同時擺在場上呢 還是兩個輪流的瘋狂虐籃下 我個人是非常期待 然而 比這三個球員都更重要的 那就是今年活塞用地骨順位 選進來的 Thompson兄弟啦 Assort Thompson 我非常期待 他與Jaden Ivey之間的搭配 同樣都是體能爆炸型的後衛 能夠打一號 能夠打二號 但是 他們同時也有一樣的缺陷 那就是他們的外線 非常不OK啊 所以 如果Jaden Ivey打一號 Thompson打二號 我其實是非常期待就是看他們在夏季聯盟 能夠插出什麼樣的火花 這邊你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NBA有很多兄弟黨 是從我有記憶以來 兩個同時是以第一輪前面的順位入選的 是非常非常少的 就是說這個雙胞胎 他們一個第四順位一個第五順位 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 在話題方面 他是讓我有印象的 所以我也會期待他的表現 OK 那我們前面聊到的都是一些年輕球員的部分 有沒有一些殺場老將 是小胡你非常期待的球員呢 我看到了一個 你Jenny給我的名單裡面 非常的亮眼 Jabari Parker 因為這個球員也是 我之前有在關注 算是NBA前幾順位被選進去 然後當時 他也是以進爆的體能 跟算是進攻手段 非常多元著稱的 可是受到上面的困擾 感覺他已經慢慢的消失在整個NBA的輪替陣容當中 所以在這份名單看到他 就像你剛剛講的嘛 大部分都是新秀 那他已經算是 至少在這個聯盟打鬼一段時間了 在這個戰場當中 他有什麼樣的主宰力 會不會 這會是他NBA的最後一戰 也說不定 所以我自己是會想像看到 他能呈現什麼不一樣的風格 就是你的經驗也好 或者說你在場上 有沒有辦法去幫助到 其他的球員變得更好 因為我之前有聽說過一個消息就是 在發展聯盟啊 或是說在夏季聯賽 這兩個地方 都比較少團隊的配合 大部分都是想要去展現個人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有一個人 可以在展現自我能力當中 又可以去幫助球隊贏球 或是讓整個團隊加分的話 我認為這是會吸引到我的眼球 所以這是我個人對 Jabari Parker的期待就是 得分之外 能不能去以一個老將的身份 帶領他的球隊 我這邊講一下 我對年輕球員跟殺場老將的看法 我在關注他們比賽的時候 我的著重點可能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像譬如說星秀的話 那當然夏季聯盟 你就是數據刷好刷滿 我想要看到的是你的天花板 你的能力到底到哪裡 譬如說你有傳球飾演 那就盡量的花式傳球 你有得分的 怎麼突然 怎麼突然在調香機 我想說你不是要看我的天花板 我天花板這邊 而且還破了一個洞 好笑 現在是這樣水的是不是啊 所以你看為什麼我現在在坐在這邊 跟你錄影 因為我本來天花板也是蠻高的 但是破了一個洞 所以只好退居幕後 那前面是新秀的部分 至於殺場老將 類似像Jabari Parker 你剛講到一個重點 那就是他的帶隊經驗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因為基本上如果他想要重新回到NBA的話 不可能是一個砍分手的身份回來嘛 勢必NBA球隊要簽下他 看的是他的防守行不行 再來就是你的帶隊能力 尤其是在場下喊話的部分嘛 你能不能凝聚起這些年輕球員 他們願不願意聽你的經驗分享 我覺得這些都是他未來 能不能回到NBA的一個非常大的關鍵 老實說這一次的夏季聯盟 就算Jabari Parker 場均30分那又如何 因為那個不會是他在NBA的定位嘛 你不可能有球隊看到他 場均30分在夏季聯盟說 誒他的得分能力不錯 我們簽下他 讓他來替我們的球隊得分 就不可能啊 這個是我在看年輕球員 與殺場老將的差別 那最後我再來聊一下 我非常期待 也是非常關注的球隊 那就是我們的波特蘭脫荒者啦 今年他們選進了Scoop Henderson 誒雖然沒有斑馬 但是有Scoop Henderson 我們也算是賺到了吧 小虎 可是我覺得他們現在要擔心的是小李 小李現在要走了 走就走啊 沒差 我們忠實拓粉 已經想要小李走 想了多久了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等的就是一個交易啊 而且說真的喔 他現在走的話 老實說Scoop Henderson打夏季聯盟打起來 也可以更用力啊 因為我們要看的就是他的刷分能力嘛 我們要看的就是他的傳球能力嘛 因為未來的後場一定就是他跟Anthony Simons嘛 在擁有更多球權的情況下 我要看到的就是我們的Scoop Henderson秀啊 可是我覺得他這樣壓力也蠻大的 因為你要講喔 他如果說在夏季聯盟都刷不起來的話 那根本光是G打NBA 那就GG了 如果他夏季聯盟打的差 老實說我會蠻擔憂的 因為我認為 以Scoop Henderson之前打過G League來說的話 理論上他的經驗以及他的能力 相較於其他直接從NCAA來的球員 他應該是要更能適應現在的職業聯盟 所以如果他在夏季聯盟打不好的話 老實說我會挺擔心的 那除此之外啦 另外一個我非常期待的球員就是 破荒者的Shaden Shark 老實說他有在名單上面 我感到還蠻訝異的 如果他真的確定會打 那麼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他精彩的灌籃動作啊 欸我們現場可以看到他灌籃耶 多爽啊 他的體能應該是這個夏季聯盟最近爆的吧 就像你是桃園體能最近爆的 我之前看過你的灌籃影片一樣啊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段了 這邊跟觀眾預告一下 之後我跟小胡一起到拉斯維加斯 我們會拍各種類型的影片 保證有趣 保證好玩 而且老婆不再好 大家可以敬請期待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段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掰掰